一人周杰伦是在台中市福克夜市的停车场来拍摄饮料广告 结果没想到当时有一些平面媒体想要记者要去前往拍摄 却是被当时的影片公司陈信女助理口头上的制止 双方发生争执还闹进了警局 台中市福克夜市的停车场搭起了滑水舞台 还请来高手表演 原来是为周杰伦搭设的广告场景 不过记者一来到舞台前马上被阻挡 只要前去采访的记者通通会被阻挡 包含一名平面记者也前去拍照采访 也遭到工作人员制止还起了争执 双方闹进警局工作人员为了要保密广告内容 坚持要记者删掉拍摄的31张照片 但警方说工作人员没有这个权利 周杰伦来台中拍广告 忙里偷闲 还和好友单头超跑选手林一杰 变装逛逢架 制作单位却和采访媒体气争执 不过周杰伦的好心情不受影响 拍片后还遮脸戴帽的大逛逢甲夜市 只是逛不了多久就被眼尖的粉丝认出 纷纷围着签名 大民事的夜市之旅只好匆匆结束 专门新闻里蒙章 陈宇宙台中采访报道